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EWALKER到顶点 我是李华 有机种植不容易 成本反映在售价 自然不便宜 但这位农夫种的西瓜 比别人贵五六倍 消费者照样买单 原来它让西瓜 水吊床 品质翻了好几倍 连产量也跟着翻倍 这是它毒法炼钢研究的 垂挂式种法 不仅如此 它一年种植上百种有机蔬果 只要客户指定 它都会想办法种出来 务农成吃 其实它从小就立定目标当农夫 而且一直在寻找机会 果正让它找到得天独厚的一块田 毅然决然 收掉台北的工厂 到山中当农夫 西瓜 要不要跟我去采西瓜 好 好 走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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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等一下去采西瓜 昨天雨下好大 不晓得今天采的西瓜 会不会甜 没雨过境后 温室里处处积水 却不减证通想迎接第一批收成的期待与欣喜 采的种 虽然不怕雨 下雨下太大 还是会根部泡太多的水 怕会不够甜 蜿蜒藤蔓间 垂挂着大大小小的西瓜 椭圆饱满的外形是辛勤守护的成绩 这个品种叫甜美人 甜美人它的特性就是它的瓜不会很大 尤其是钓瓜 钓瓜大概是地上爬的一半重量 看它的颜色 西瓜本身它会有一点上粉的颜色 第二个就是这一个须变干了 这个也是熟的象征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听声音 它熟的时候声音就会比较沉一点 不同于地面种植 一个多月就成熟 钓瓜长成 至少花上50天 因为成熟比较慢 所以它的那个营养累积 还有那个颜色 就会比较比特别的漂亮 它不会有印痕 我们一般如果放在地上的话 它在地上 这个位置一定会白白的 温室里种钓瓜 在十多年前还是新隐尝试 因为客人提议 让郑聪祥突发奇想 我的餐厅的客户 他在冬天来跟我要西瓜 那冬天要西瓜 我要种在户外几乎是不可能 不会熟 不然就熟成的状况不好 因为温度不够 种在温室里面 我不可能让它掉在地上爬 在地上爬的话 会造成空间浪费 当年相关资讯着实有限 只得土法练钢 边种植边摸索 刚开始做也是遇到很多问题 因为从来没有没有种过 西瓜是往上爬的 然后怎么样去克服 它不会掉下来 怎么样去 那时候我们完全没得参考 所以一切都自己去想办法的一刻 我也用胶带去撑 每一颗绑绳子 我那时候什么方法都试过 后来发现 我用网子套就可以了 除了为落骨伤透脑筋 起初抓不准采收时机 首批100颗当中 只有三颗满意交货 却为耳后的成功种植奠定根基 这是早采 有的就是碗采 那个感觉就不太 没有那么好吃 我先看他们的栽种记录 那他们说三十几天就会熟 我三十几天熟了 觉得熟了把它采下来 结果是白的 然后我就等四十天 四十五天五十天 然后慢慢听那个声音 如今种植掉瓜 迈入第八年 即使有温室保护 仍难免不速知客来袭 用有机的方式 比如说有虫我们要抓 在温室里面 虫像也比较不会那么多 有一种小老鼠 它会给你钻个洞 它就是在瘦完粉以后 开始长大的过程 因为它离地面太近 它就被老鼠咬了 很难去防 因为有机的又不能用药 有机种植增加防治难度 而要控制数量 就得从瘦粉做起 平常在瘦粉的时候 会拿水彩皮 因为水彩皮它上面是毛毛的 这是公花 把它周边把它涂一涂 这一朵是母花 把它粘在这上面 烘一下 这样就瘦粉成功了 以人工掌控 避免蜜蜂大量瘦粉 郑聪祥却不以为苦 原来务农的种子 从小就生殖它的心底 想要从农是一辈子的想法 从小我印象中就是乱种 考量家庭生计 投入寝具销售十余年 四十多岁时 毅然转行圆梦 不过在此之前 竹梦的脚步却始终没有停过 带着我爷爷奶奶说 我们下去做农 我养你们 我不想生学 我只想当农夫 半工半毒 开始工作就开始准备 以后有机会要做农 从来没有对种子有停过 只要看到有空的地方 你就会想要去种就算什么都没有 你会去屋顶 抬一些土上去在屋顶上面种菜 十二年前从台北来到苗栗造桥乡 找到近三甲的土地 即便家人有疑虑 人坚持实践自己的影响 必须要我在这边能够做农 不是直接养活自己 还要支付家里 该支付一些开销 那还好有活下来 也有尽到责任 坐就坐 坐那里就好了 我打死鬼请你啦 南町来现在刚刚在收死鬼呢 对 这个是黄色的到黄色的 我这是甜美人 这是黄色的 因为你头上去把我打死鬼 好吃 好吃 这差不多十二度 十二度 今天很慢 你还准备几个星期 差不多要滚了一度 除了西瓜之外 笑称自己是种植狂热 郑聪祥的农场里 更不乏其他蔬果 采椒的种植比西瓜更困难一点 因为采椒它得到的病虫害 比西瓜来得严重 完育病 青枯病 这些病一来全部都死掉 种在温室将病虫害减到最低 却仍难逃看天吃饭的无弄宿命 这棵就要非常注意 这棵整棵得病 天气潮湿造成它得到病 除了温室以外 有机的要防这种病相当的困难 不厌其烦的巡视 及早切除与隔离 更多的是心态的调试 这样避免它干到壳壁 先拿袋子整个装进去 再拿出去 不然你这样移除的话 一移动 它的病进去落在这边 又有水 那就带到骨壳 切割把它处理会不会好 不确定 这几天我要特别观察 其实有机的有点消极 要讲因为其实也有点积极 因为要整棵拔出 即使收成变数相对提高 郑聪强一路走来的信念 却始终坚定 还没来专业做有机农的之前 我是用自然农法在做 比有机更严格 连肥药都不下的 但是它有它的极限性 只要这里有喷过农药 有那个味道我就不喜欢 那既然我不喜欢 我就做农 我也不喜欢我的农场里面 有那些怪味道 庆幸的是 过去从不间断的种植经验 便就判断 解决问题的自信与能力 因为你喜欢做 所以你就不会说放着不管 然后你就会去找问题 找问题你就会去把那个 这个作物会遇到的问题解决 那这个这次最重 下次这一种 一种一种的克服 2012年获得苗栗县十大有机达人的肯定 农场内依食节伦种的蔬果 除了满足郑松翔 什么都想种的乐趣 更让土壤得以维持地利 芥兰最怕虫 因为它好吃 人喜欢吃 虫也喜欢吃 要变动 比如说一直种十字花科 它里面的一些微量元素会被偷种 偷走了以后 你下一次再一次一批再种的话 会有生长障碍 现今温室内外 一年作物品项不下上百种 而问起一般小农最担忧的销售 却也早就在赚松翔的规划里 不管宅配市集也好 你必须要有东西 所以我在种植的过程 我就必须要分批 一批一批地种 随时都在种 随时都在采 不停地这个循环 做销售 我知道说中期进来的话 我生产出来我要卖给谁 我卖给谁可以创造最高的利润 而不是批给谁 我下去就好 因为我也有我的负担 过去客园北极零售人脉 产地到餐桌 更是银河趋势的最佳平台 师傅 老板好 赞大哥 帮你送今天的菜过来 好 好 来 早上刚才的 现在这都有量吗 有啦 这都有 刚才他在收而已 好 好 你如果看要需要多少钱 这应该 与餐饮业配合 将主厨厨艺和正松翔的种植技术 巧妙结合在一起 赞大哥你看我们这道菜 用了你几样东西 你看 洛德华尼的南瓜尼的秋葵 命名就是叫小农沙 各式蔬菜搭配自制洋葱泥 爽口又健康 把你的西瓜 我们把它做成西瓜干 加一点那个意大利成年醋 进冲干机烤以后 其实它吃起来 有点像饰品的味道 切碎蟹肉和柠檬果肉 果皮 美奶滋搅拌 再起司上铺排 最后点上鲜艳的西瓜干 呈现以往水果盘之外 另一种创意吃法 我们要做一个这个牛肚汤 裂椒 增加它的甜度 对 食蔬依序下锅煸炒 再加入切丁的牛腿牛肚 倒入高汤熬煮 每一口丰富浓郁 新型种植的蔬果 仿佛被施展魔法 种眼变出道道佳肴 每次有种什么新的东西 它就会赶快来告诉我 那我就会把它录在菜里面 我们把好的东西给客人享用 这个是我们做厨师 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 成本高 大家互相吸收一下 给酷克吃起来比较健康 为了因应不同客源需求 如同当初投入 吊瓜种植的热情 郑聪祥总乐于接受挑战 不改一直以来 做好万全准备的习惯 情愿牺牲 更自诩不让客人落空等待 一千斤的菜好了 那我可能会种一千五百斤的菜 我要把最漂亮的一千斤菜 采收去市场卖 然后剩下的五百斤的菜 我可能就是浪费掉 牺牲掉 那很多农民 这一块很难取杀 如今每天置身花果蔬菜里 一待就是一整天 即使只有一个人 一样忙得已了乎 忙到不会孤单了 没有孤单的机会 忙到回去就想睡觉 到现在也算圆梦了 至少家人看到我做这样 从没有支持到现在很支持 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收获 这个深思熟虑的农夫 逐步实践计划 让小时候的志愿 不仅只是梦想 如同他农场里的蔬果 在悉心合物下 自能成长足壮 坚定不移的训练 成就梦想 继续来看这位年轻人 也从小立定志愿 他要成为溜溜球高手 但坚持的路上很辛苦 父母都当老师 期许他能从医 但他却把所有时间 拿来练溜溜球 高中得下来台湾比赛冠军 但家人质疑 这能当饭吃吗 他不改初衷 即使没收入 也从没放弃 终于打破两项 金氏世界纪录 名扬国际 看到儿子的决心 父亲也从反对转而支持 就因为知道街头艺人的苦 他与朋友成立协会办活动 让更多街头艺人被看见 远溜溜小球 半空中高速翻舞 昭示电话前 仅靠一条线轻隐 溜溜球抛出弧线 来回摆荡 旁人眼睛快跟不上了速度 杨元庆却游刃有余 不停划出波动的轨迹 街头上每秒都不得松懈 时时刻刻都得仰赖手上这一颗球 一条线大秀花式技法 让路过行人舍得停下脚步 目光停留在双手之间 一个角落 一颗溜溜球 观众热切盼望的眼光 成就他的发光舞台 每个鼓掌 每个笑容 让他表演得更加带近 近距离接触 表演者及观众彼此渲染情绪 是在街头表演的最大乐趣 其实也最具挑战性 在街头没有所谓 老师教我们怎么表演 怎么去跟观众收打赏 这些事情 但慢慢地就开始 从观众的一些反应 把这些反应当作是我的老师 九月就是要缴学杂费 那爸爸妈妈就会比较 难把钱拿出来 那五月就是大家要缴税 大家就会比较面有脸色一点 步上街头需要勇气 杭元庆十七岁那年 第一次上街表演 在青涩的青春时期 没有太多现实经济压力 需要繁星 单纯只想跟大家分享 他热爱的溜溜球 那天晚上 然后在高雄爱河 然后只有一盏路灯 其实路人也看不太清楚 我在干嘛 对 然后就放音乐 然后就聚集了一些观众 那时候最印象深刻是 前面还有甩手中的阿公跟阿嬷 当我表演完之后 哇 他们竟然给我掌声鼓励 然后甚至把口袋里面的钱投给我 哇 那一刻我觉得我超被激励 单有热情还不够 户外表演看天吃饭 天气晴或雨 大大影响着当天的收入 有一次我只赚到二十块 那场表演就是 一开始我为了好多观众 然后就在我要做最后一个动作 要最帅的时候 下大雨 然后大家都走掉了 即使如此 溜溜球对杨元庆的强烈吸引力 未曾减弱 因为见到他的第一眼 印象太深刻 国小二年级 然后八岁的时候 那时候看到我同学哥哥在玩溜溜球 他就站在手推车上面 然后同学在后面推 然后他就经过我们教室的走廊 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动作 地球自转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 哇 天啊 怎么这玩具这么神奇 会在下面一直转一直转 同学哥哥的一个耍帅举动 却扳开了他对这颗小球的兴趣开关 我那个时候是人手一颗 后来这波风潮就过了 然后直到我国小四年级的时候 另外一波又出现了 就是超速游游 这个漫画其实也是影响我蛮深的 因为他的主角就是 他是个运动天才 可是他对于人生没有方向 然后他终于遇见了溜溜球 花了很多的时间练习 然后包括旁边朋友的人言人语 其实就永远跟我遭遇到的 现实的状况很像 想象自己是虚拟漫画的主人公 以增加信心 不过杨元晴对溜溜球的喜爱 没有受到流行风潮的起伏而影响 但周遭不看好的声音 就像漫画中的主人公一样 不断环绕在他身边 包括在他八岁时 买给他人生中第一颗溜溜球的爸爸 然后爸爸其实还蛮爽快的答应 但是他有个前提就是 我要考一张一百分的考卷 那个时候刚好有实体的加法隔天 对然后就是算出了一张一百分的考卷 然后爸爸就带我去学校对面的书局 就买了我人生的第一颗溜溜球 阿嬷也特别说我要当副产科医生 这是我阿嬷对我的期待 校长之间其实都会比较孩子们的成绩 那其实那个时候我的成绩相较之下 并没有输到很理想 那我爸爸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就是我花太多时间在溜球上面呢 得到溜球后最疯狂一天他狂练八小时 为了避开众人的质疑眼光 只能躲起来练习 走到我们学校的资源回收场 后面的空地 然后就在那边很珍惜每一节下课时间 去那边练习的时候 当流汗的时候 那个线吸进那个汗水 然后那个线就变得很细 然后再划过你的手 然后就会出现一点一点一点的疤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同学就会 说手上那么多疤 老师就反过来说 那你还是好好练习好了 同才 老师跟家人 对杨元庆对溜溜球的狂热无法理解 但他坚持初衷 国中自己上台北去跟人请教 该怎么买 该怎么练 然后踏上比赛之路 高热拿到全国的溜溜球大赛冠军 那一刻其实 超棒的 终于拿到冠军了 抱歉就觉得说 哇 你这样子还花那么多时间练习 还花钱去台北比赛 那你是不是这个成本 你自己没有想清楚 然后反而会觉得说 这就是一条已经是ending了 就是你已经拿冠军了 你应该接下来就要好好认输才对 你越看谁我就越想要证明 我是谁 伯姿里的叛逆性格 让杨元庆没有踏上 众望所归的学医之路 选择背道而驰 用溜溜球画出人生道路 高中没有考上第一志愿 然后进了高中去念了所谓的 高中物理 化学跟生物 就发现其实 哇 医生这条路其实 离我非常遥远 反而是玩溜球这件事情 会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我想要挑战它 这条叫做 Seasic 给它翻座晕船 然后这条我练了七年 来了 这个一年的早事呢 叫做 Banana 好吃 一招可以花费他七年光阴成就 他球总是不离身 随时都可以进入练习状态 变男女朋友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在路上的人家是牵手 可是他可能是玩溜溜球 然后现在更严重一点 是可能带小孩出去 他也是要挂溜溜球 很想要生气 对 但你事后冷静想一想 就是因为他不断的 每一分每一秒都想着溜溜球这件事 他才有可能把这个东西玩得这么的好 溜溜球滚动的轨迹 构成人生的蓝图 老婆 小孩 家中的猫 现在都是他人生最美的风景 跟着小球转动 他也不停前进 带着他到世界各地提高眼界 挑战今次世界进入的一个节目 然后他说邀请我去跟美国的一个溜球大师 John Higby一起PK 测试要用溜球把杯子抽下来 这个过程其实花了蛮久的时间 一个月 两个月 当他宣布也是这个项目的保持人的时候 就是你这只能对天就是 怀慕尖叫 并着不放弃的意念 成功挑战快手用溜溜球抽下桌镜的关卡 让他23岁就成为溜溜球项目 今次世界纪录保持人 但溜溜球的世界还很大 一再对自己发出挑战 才能维持顶尖地位 这个跳绳发动的时候一定要两只手 那我想有没有办法一只手 然后就想到 那我就一只手先做这个结构 然后就做跳绳 到现在还是失误率还是很高 一半一半 即使是自创招式 成功几率仍无法百分百 每场比赛夜志能竭力去拼 没有完全的把握 但可以给出完全的努力 就像他现在开始为街头文化贡献心力一样 他想让街头艺人成为城市里头美好的风景 当初跟一群伙伴 我们一起成立了台湾街头艺术伴协会 我们要有台湾的街头艺术节 我们期待街头艺人在城市里面 有更高层次的一个舞台可以演出 集结大家的资源 集结更多的老师 一起来整理出一套系统 让街头艺人可以更有勇气地站上街头 分享他们的才华 不是要当最厉害的 而是成为无法取代 江元庆的人生轨迹 由溜溜球勾勒出来 这颗球带着他转到世界各地 台上15分钟的精湛演出 用永不被磨灭的热情 跟不为他人眼光的恒星 花费十几年的光阴 终于将梦想磨成真实 坚定的毅力翻转了人生 稍后来看一颗粥子翻转了一条街 那时候是没有味精 所以用这个姜粉做调味料 所以这个就是妈妈的老味道 这个是最原始 然后又是最健康的 跟一般的那个传统的那个竹叶不一样 竹叶比较有韧性 它这个野姜花叶它是新鲜的 所以它就是比较脆 那用这个叶子就是要 对它要温柔一点 新竹内湾的野姜花粽 从地方小吃 串生为网络美食人气王 这对母子功不可没 从种野姜花到包粽子 进而推动造劫运动 活络当地观光 把家乡的梅推展出去 粽子哦 是内湾老街招牌美食 一旁妇人包粽的手停不下来 说起这野姜花粽 可是牵起周素娥 一家三代情感的家传美味 每天一大早 周素娥和儿子吕学志 就在花田里忙着 这一片绿油油的野姜花田 所以已过了花季 仍依稀可见点点白花 在周素娥眼中 野姜花可是内湾 最具代表性的春花 西谷里面啊 然后有有西谷里面 然后还有我们东窝西 南窝西 有西谷的地方 旁边都会长满很多的野姜花 上游的西灌进来 然后有水它就长得很好 然后有客家人的精神 它很随性 然后也不妖艳 老家随处可见的野姜花 造就周素娥 儿时最熟悉的美食 我们除了三餐之外呢 还会中间还会吃一个点心嘛 那妈妈就会用野姜花叶子 去包粽子 或者是做那个菜包 或者是做那个萝卜糕之类的 妈妈包的时候是用野生的 因为数量不用那么多嘛 我们就会采这个比较大片一点的 然后用那个剪刀剪下来这样子 二十多年前因应县府推广 城乡特色伴手礼 让那一万野姜花纵爆红 周素娥也因此返乡 和妈妈种起这片野姜花田 而除了叶子之外 野姜花的根原来也另有用途 这个当然要啊 这个我们就是会把它加入到 我们的食材里面 取代以前的五香粉啊 它跟长在水里面 你看都很健康 而且我们的这个头啊 完全不需要给它任何的肥料 这个处理之后呢 就回去就要洗干净 然后稍微晾干 晾干呢 然后再把它研磨成姜粉这样子 就是独家口味 很多人都觉得说 野姜花就像牛肉面一样嘛 吃那么多家 但是每一家做法也不一样 我们是坚持维持 从阿婆那个时代传下来的 今年三十六岁的旅学志 回家接手帮忙将近一年多 跟妈妈周素娥一起游走花田 挖根采叶子 延续这份分工合作的家族情感 上了十一二年的班吧 对啊 那现在就是跟着妈妈一起维护阿婆 传下来的东西啊 因为阿婆走了 所以就缺乏人手 常常在这边工作 我们三代人都有感情在这边 希望是我们这个四世代代可以传承下去 这样 取出来的根选用较老的部分 让刚爆出的嫩芽得以继续生长 而开花后枯萎的叶子则要定期铲除 除了作为天然肥料 也让新生的叶子更健康茁壮 田里忙着工作 田边不时也有游客路过 挥舞手中的野浆花脸上满是笑容 对于母子俩来说 开叶子还不过是一天工作的开头 回家后还有的忙 好了 待会儿去除了 好 采用米心较软的台湾红米跟黑米 再加入米豆和雪莲子一起蒸煮 粽子的口感更为丰富 要爆到金黄色 这样才会有那个香气出来 油量会比妈妈那个年代 农忙时期的时候 他们做的比较粗重的工作 需要油量比较多一点 那我们就用油量少 减量一点一点这样 爆香后的蒜泥再倒入虾米 顿食满是生香 此外前一天炸好的油脂 葱酥酥 以及当天现在的温体黑猪肉 都得一一透过手工 左右翻搅拌炒 周素而笑说 要平均入味 靠的就是机器不能取代的手感 好 放香菇了 好 放香菇 好 放香菇 母子两一人一锅卖力翻炒 不时还会交换位置 互相把关 虽然从小看到大 与学质坦言 真的亲自上阵 才知道其中的功法与秘诀 老婆跟妈妈年纪越来越大 她们不可能有比我们更好的体力 来负担这种工作 然后我就开始慢慢地跟她们学习 然后练习这个炒料的手感 当你读到里面的时候 你就会想要去改善 这个整个作业流程 当然我们整个厨房的设备 我也不断地在改进它 让我们的工作更救手 然后环境更卫生 透过设备改良 不仅清洁跟便利 也让食材的传递更有效率 与学质说 种种的改变 都要感谢妈妈周苏娥的权力相挺 我们生意 从老婆到现在也快二十年了 我们相信一定还会有很多的二十年 好多便 蒸熟的米饭冒出真正热气 依序道路炒好的饭料 搅拌前还不忘撒上 研磨后的野姜粉 除了是独家配方 更是上一辈流传下来的巧思 那时候是没有味精 所以用这个姜粉做调味料 所以这个就是妈妈的老味道 这个是最原始 然后又是最健康的 粽子的内馅大致完工 外包的粽叶也得经过处理 因为它上面有一点点红毛 就是植物的那种纤维 我们洗完之后 看那叶子新鲜到都可以透放 我们连端午节都一样 每天早上起来 天还没有亮 先去采叶子 回来就当天处理 从老婆开始 就是到我妈妈 到我现在我都没有去改变它 这些都是新鲜线 重点就是你的香气要配进去 洗完的野姜花叶自然风干 备其原料后才是包粽子的重头戏 跟一般的那个传统的那个竹叶不一样 竹叶比较有韧性 它这个野姜花叶它是新鲜的 所以它就是比较脆 那用这个叶子就是要 对它要温柔一点 简单讲就是说不能太粗目 折叶子的角度很重要 我们就对它温柔一点 顺着它的方向这样子包 如今包粽子如此俐落熟练 周素儿却说 以前自己可是做办公室的大小姐 我们在南港那边上班 那是做电子贸易的 办公室吹冷气的 然后穿的美美的 然后穿高跟鞋 妈妈请我 我一开始上班 我也是犹豫了一阵子 就觉得说 这油腻腻的工作 是我要的工作吗 当年官方辅导 让周素儿重新找回儿时的味道 也让自己在四十岁时毅然转业 内湾是一个很淳朴的一个山城 然后是客家庄 然后这边也没有什么商机 那我们这边的婆婆妈妈 就大家就要研究说 我们以前吃过什么东西 就 以前好像有包过这个野浆花种 自己有自己的事业 自己要做到什么程度 自己可以决定 那你一直在上班的话 你会觉得说 好像一尘不便 如今母子两一个在里头盲包粽 一个对外招呼客人 一起守护这份家族事业 除了粽子之外 母子两人并积极尝试开发沐浴用品 茶包等多元化的野浆花商品 周素儿期望透过野浆花 让更多人认识自己的家乡 跟儿子有在讨论说 以后是不是可以做观光工厂那一方面去 让游客来采野浆花 就像阳明山的海域 种植采收 然后包种植 可以让游客都很了解 认识野浆花 就希望说 他们以来可以传承这个事业 也可以为这个自己的家乡 尽一点点心力 这么多的用途 会把它发扬光大 就是我的心愿 连结三代的情感 就像这热乎乎的粽子 与素雅的野浆花 温暖人心之余 持续在老街飘香 坚持是成功必备条件 稍后来看台湾中表界第一人 即使表就是这样 你看它在走滴滴答答的 就感觉是一个活的东西 有时候听声音 这声音不对 就知道它表的问题 很像我们的心脏一样 它不规律 这个表 这样不对 有表做我都很高兴 不会很辛苦 有时候就要把它完成 有时候到三点四点五点 都要想把它完成 几乎每天晚上 几乎都到三点以后的 都要到三点 才好休息 提到制表技术 最先想到瑞士 其实台湾有一位高手 无师自通 自制驼飞轮表 轰动业界 许多收藏家都直接找它维修 而不是送回欧洲原厂 几乎无人能处其用 修表修了半世纪 乐在其中 低头贯注 潜心专一 游入无人之境 手上戴修坏表 透过自制 单眼放大进望去 精密零件与机心建构的小世界 就是修表师王敬龙的一方天地 他白天为了做生意 忙忙了 晚上九点收店 才吃个点心 吃个饭 洗个澡 然后开始修表 专心 全心全力 没有人找他 然后修表 修到清晨 几乎四五点才睡觉 这有你的 对不对 专业玩表人陈金芳 一逮到机会 就赶紧与王敬龙聊上两句 毕竟要王敬龙放下手中代修表 并不容易 而且还是圈子里的名家 都客户到最后都是变成朋友 因为他信任了我们 我希望就是做什么 像什么 当时就一定要把它写好 所以就有这股热忱 我要想写得精一点 写得好一点 十六岁到钟表店当学徒 今年六十四岁的王敬龙 修表资历将近五十年 专制搞不定的表 有时候听声音 这声音不对 就知道他表有问题 他很像我们的心脏一样 他不规理 这个表这样不对 别看王敬龙现在 摸的都是六位数起跳的名表 在出师之前 最多只能修闹钟 以前的师傅都一直有跟我们讲 他说要三年四个月 在这个中间就是做些杂事 都是一些什么带小孩 看小孩什么家务事 就没机会碰到表 清洁撒扫拆遣跑腿 没有一样工作与修表有关 尽管王敬龙觉得老师傅故意刁难 却从未动过放弃的念头 不服输的他想方设法 就是要修到表 你师傅都不会给你手表修 他顶多是给你闹钟失踪 都是出的东西 你想写表根本就没机会 那最好的来源表来源是什么 亲戚知道你在写表 你拿回去给你们师傅修啦 拿回去当然就自己偷偷地修 先自己试看看喔 当然是这个时间观察 看师傅在修也知道 什么要从哪里拆 哪里什么东西 知道了 所以就从这个地方下手自己修 结果也修好了 修表有时候一做就是半天 手巧眼力是基本功 心系耐力才是真正考验 而汪敬龙连健康都赔上 因为这也是因为后来出来工作 就是因为太认真工作 因为我表做都很高兴 不会很辛苦 有时候就要把它完成 有多到三点四点五点 都要想把它完成 几乎每天晚上 几乎都到三点以后的 都最好都要三点才好休息 你他都买什么表比他多 我就喜欢老力说 昨天晚上那个跟教学后 找到店好激动 我不用激动 不好意思 修表修到明阳海外 观光客慕名而来 维修服务费行情总是高人一等 好身价其来有志 那厉害在他会修头尾轮啊 我当初会来这里也是看到 二十几年前他就自己会做头尾轮了 至少台湾第一支头尾轮是他做的 前后好像也花了一两年吧 好像也花了一两年 我那时候记得好像是 1995年做出来是 这个就是头尾轮 这个部分 这个整套就是头尾轮 是头尾轮 因为头尾轮它就是 一分钟要绕个一个尺轮 转一圈嘛 就是说它一个是公转 一个次转嘛 这就是基本的结构嘛 靠着精密的机心齿轮 消除地心引力带来的时间误差 陀飞轮在瑞士 只有领取国家手工制表执照 技术最精湛的制表师才做得出来 然而王静龙却靠着图侧自修 还有手上的坏表 在二十多年前 陆续做出四指王室陀飞轮怀表 这个应该手表第二支 因为我法表改两支 手表改两支嘛 最大的困难是在于设计 你如果今天的来讲 这不是那么难 因为今天有很多先进的设备 你有那些设备 你有能够抓到尺寸 你可以抓那个尺寸去做都OK 但在那个时候就是没有 而且我们是幼稚 纯色是一股热情 层层叠叠叠 小到只能用毫米作为单位的零件 都是媲美艺术珍品的工艺展现 这股对手表工艺的热情 或许从王静龙的童年就开始发酵 开始在小时一点几 还是二点几的时候吧 就是当时是一个看到 我叔叔一个表 好像是有泡水经济坏掉了 不会走 那就好奇嘛 就把他这个想法打开来看看 怎么不走嘛 那后来有修好吗 没有 修好 这个我记得油市也都乱掉了 那花料也灰了 就东西就搞坏了 我记得好像是很坏的 虽然把表修坏 但却发现到各种乐趣 成为一位表医生的想法 在王静龙的心中悄悄萌芽 其实表就是这样 你看他在一头 滴滴答答的就 感觉是一个活的东西嘛 我们只听他晚上听的时候 他妈 啪 啪 还是哒哒哒哒哒哒哒 这个声音就听起来就很舒服啊 这样活的一个东西嘛 那我们就想说 好 这个既然有问题啦 我就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啦 工作台布满大大小小的自制工具 就像一个手术台 一旁的车床负责制造各式各样的精密零件 给西部输国外专业技师 第一个 我们东西不会把它搞坏嘛 会把它修好 第二个 时间也快 不像国外你一进去的话 一些 尤其一些古董的东西 一时间进了很长 有的半年 有的一年 凭着好手艺 挺过电子表兴起 中表维修店一间间收起的衰退期 成立基金制造厂 做起外销生意 直到大陆市场兴起后 王静龙又走进另一个层次 这个表是 应该是差不多在1850年以前 因为这个真正的日期很难查证 看它的工艺来讲 应该是属于1820年到50年中间吧 在古董表的领域钻研20年 从历史演进到表款特色 辽落执掌 它有一个V字形跟一个X 这个都代表可能它是一个 可能一个宗教 会在这个小小的沿洞 这个这么一点里面有一个画像 还有写名字 里面有一个小沿点有没有 里面有一个画像 不管是手上这纸 百年历史的维缩画像二问表 还是1930年制 知名品牌最小的手表 各式各样罕见稀有 让收藏家旺之羡慕的股东表 都在王静龙囊中 事实上这个等于是一个精神的巨头 我很多客人也是这样 买了回去他不能睡觉 就是他把那个表上那个表 插那个表 收藏品腕以二手股东表为师 除了将复杂结构研究的透彻 连一纸数十万的股东表 都不惜着手改造 那这个以前是一个坏标 它不是一个手表 我把它加了这两个标 可以当成手表再配搭 第二个我改了 是加了这个画廊 其实第一个 它的一个技术跟一些工艺 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我们就为什么能够做这么好 做这么行 我们末小不能 当然我们就是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为了让同好能相互交流 王静龙二十七年前 成立国内第一个股东表协会 那时候很多人有信息 但是他没有管到 没办法认识 没办法学 很多假的就当真的 因为就看不懂又不会看 很有想要弄个博物馆 不过现在就感觉上也没那么简单 当然东西我是有 有些收藏的朋友客人 他们随便都有些东西 这个博物馆就当成它的收藏馆 它的那一种保钱馆 可不可以能够来这边 还要想来看 那才有用 对不对 于表为伍大半辈子 堪称大师的王静龙 依旧只把自己当作一个平凡的爱表人 每天把收藏品拿起来擦一擦 就是修表之余最大的乐趣 这项美丽而复杂的工艺 透过职人 纯粹的手工剂 得以完整延续 热情成就伟大 翻转人生 改变世界 我是梨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回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